早安 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美股三大指數繼續要下跌 美國公佈了一個性市場預期的 非農業新增積位的數據 又再延點起加息的預期 現在11月頭加75點指息的可能性 去到九成以上 港股當然受累 雖然今天A股服市 但沒有表現的情況下 恒生指數早段也要跌三四百點 目前只能夠看看較早之前 大反彈前的一個底部 17000點守不守得住 在決定之前我想大家繼續審慎觀望